哈喽大家好,今天带你们看一下目前市场上中间区间可以买到什么样的手镯吧 比较常见的有这样的单一色系的种水镯 一般来说这个区间的所能逃到的都是以蓄弄居多了 偶尔也能看到少量的弄化剂 种水再往上的话呢,钱包估计就不太够了 你看这多少钱呢? 6500 6500吗? 这个报价也算是在想象之中了吧 没有高到离谱的那种地步 但是话说回来实际估值的话呢最多也就是只能看到小千出头的样子了 因为以自然光的视角来看虽然说是挺水润的 但是呢一打动的话呢还是可以挑出一些毛病来的 就比方说它局部的这个囤状棉吧 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续状棉 而是那种比较明显的囤状棉了 这个对品质的影响啊还是有一些的 再来看看这个桌子吧 种水漂亮花的 花色呢不算是正蓝色 漂花呢不多也不是很均匀了 不过呢好在它没有瑕疵了 因为呢刚刚也是打动仔细看了一下 个人估计呢也是在中千的一个价位 但不知道商家报价是多少 所以说得问一下了 老板这个桌子是多少的 这个 七千五吗 也还算可以吧 算是一个比较中肯的商家了 如果说实际去谈的话 我觉得在我们的要求之内应该是可以谈下来的 严格来说在这个区间的话呢 虫中水以及种水漂花 是我个人认为最具性价比的 同时呢也是可选择性最多的两个类型了 当然了也有像其他的种水漂绿啊 紫罗兰啊以及漂黄斐等等了 但是这些呢多半要么是种水太差 要么呢就是有各种瑕疵了 总之呢就是很难找到一件能入眼的了 如果说前面的一些商家报价勉强 还算是合理的话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缅甸小哥家的手桌吧 老板这个桌子多少的 就是漂花的这个桌子 要八千吗 这个稍微有点高啊 看得出来确实呢 是有点漫天要价的嫌疑了 像这只桌子的话呢 最多也只是看到小圈左右了 就这个还是在没有打灯的情况下粗略估算的了 如果说是打灯仔细看的话 比如说从这个角度啊 就不难发现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瑕疵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估值呢就更低了 再来看看这只桌子吧 刚刚问过他给我的一个价格是五千了 确实也是感觉比较高的 从表面来看肯定是看不到那么多了 至于打灯看细节的话呢 和刚刚那个一样 也是呢会存在一些瑕疵 而且这个瑕疵啊 还是要更多一点的 虽然报价很高 但是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很奇怪了 因为之前呢也说过的 报价呢并不是最终的那个卖价了 缅甸人呢只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啊 来筛选出成细想要入手的人了 所以说往往呢 他们报完价以后呢 还会补上一句 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看到多少可以给价了 不过呢就目前来说 确实也看不到多少了 其实看了这么多 也就是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了 在这个区间内最合适的选择 除了纯中水也就是种水飘泡了 因为这两种类型的手镯 技术很大 我们的选择余地更多 所以说选择出来 适合自己的手镯的概率啊 也更大了 但如果说是带有其他特色的 这些特色的本身附加值就很高了 所以说也就意味着 手镯自身的品质呢 往往不够太好了 关谷珠宝成立于广东 拥有国家注册商标 从事翡翠行业十余年来 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 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 精雕细琢 支持私人定制服务 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 关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 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 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港澳台等地区 有很高的声誉 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关谷 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 那是您不了解翡翠 关注我的微信 78872456 学习更多翡翠知识 判断翡翠的价值 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 买翡翠 找关谷 微信 78872456 关谷珠宝向您承诺 全场保证翡翠A货 送国检证书 支持全国附检 可以淘宝交易 假一赔十 鉴赏期内不满意 可以无理由退换 同等翡翠所受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 可以随便对比 微信 78872456